各位好,我是彭慧珊 港股在5月1日交易日,整體的走勢非常之差 整個走勢基本上延續上星期五的下跌 在開始時間,指數已經逐步跌來20天線 或者是保利加通道的中直軸 整體上走勢在上午的時間 已經向著保利加通道的底部進發 其實雖然跌幅稍為收窄 不過也看不到有一個很強的反彈 最主要我相信,大家正在擔心 美國那方面,正在近期有一個比較好的首季業績 但看不到在業績公佈後 大行願意將美股,包括道指 甚至是標本指數是向上調的目標位 甚至可以這樣看,就是有一點反映 就是美股的水平已經是高處不升寒 投資者都逐步減低對於股市的投入比率 在港股的美股下跌底下 再加上內地方面在5月1日的長假期 投資者就失去了北水的加持 令到整個港股走勢進一步偏淡 以前日來說,計算成交額 甚至跌穿了1000億,只剩下958億的水平 總之在今天收市的時間,跌幅是收窄了 但在全日來說,仍然跌了367點 跌幅達到1.27% 指數來說,在收市的時間 跌到28,300的水平收市 現在去看,今天全日雖然資金流走的情況 不算太明顯,但也見到整個港股氣氛 沒有辦法回復比較強的走勢之餘 也見到恆指在這一陣的下跌裏面 跌穿了一條100天的移動平均線 令到整個港股在技術上進一步下跌的機會比較大 其實再看回我們之前一直說,指數在今年2月份升到上去 高位在31.183的水平之後 進一步回調下來 我們見到RSI其實在指數2月份見頂之前 已經在1月的時候見了頂了 形成了跟股價走勢出現一個背池的形狀 通常來說,我們都會發現 一旦RSI出現一個頂背池的情況 整個走勢就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如果一般的情況下 都會用回整個升浪總升幅 計算是61.8%做個回調目標 以現在去看回去年9月份指數開始完成這一浪的升浪 去到今年2月份3.183 其後要跟回總升幅 用回61.8%做回調的話 指數甚至有機會跌下去是26,200這個水平 也就是會向下跌穿 這個3月的低位是27,505點 所以暫時來說 投資者都應該要比較做一個審慎的態度 因為那個指數來說 在短期裏面進一步 即是跌離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令到保利加通道進一步擴大 而中軸進一步加快下跌的話 指數不排除在短期裏面 會以3月的低位是27,505點 作為一個短期的目標位 大家來說要小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